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半老学娘重判亲笔 1936年20岁的孔令汉 同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因为显赫的家事背景 他先后在财政府和中央信托局担任要职 孔令汉的母亲宋爱灵酷爱打麻将 所以孔府总有很多他的麻友出入 其中就包括了圣生怡叔叔 圣生怡是晚兴首富圣轩怀的儿子 也曾家财万贯 富可嫡妥 但风水轮流转 到了民国时期 圣家风光不似从前 孔家却是财运阵旺 圣家不得不巴结孔家 圣生怡的妻子是个绝代家人 她滋容艳丽 妩媚风流 虽然此时已年近四十 但风韵有存 别有一番成熟女性的魅力 她因为生得肤白貌美 人称白兰花 白兰花能说会倒 情商极高 在一众麻油里 她最得宋爱玲喜爱 二人情同闺蜜 无话不说 但宋爱玲没想到的是 儿子孔令汉 竟会被白兰花的女人风情所吸引 对她一见钟情 并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而这个白兰花 也不是什么白兰花 她不顾自己已魂的现状 立刻与孔令汉私通成间 二人如胶四七 打得火热 孔令汉与白兰花的不道德之力 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圣生一道是愿意为了利益 奉献出自己的老婆 可孔宋两家 绝不允许这样的女人进门 但是孔令汉已经爱到成痴成狂 他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韦 他宁愿重判心理 总之他要娶她 1939年孔令汉秘密设立的电台 被港英查过 他因此被驱逐出香港 不得不前往美国哈勃大学留学 但正是这次变故 给了他与白兰花 永结童心的机会 孔令汉秘密电白兰花 与他同往美国 并背着家人与白兰花 在马尼拉举办了婚礼 将生意组成了熟饭 就这样 孔令汉与白兰花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一年 孔令汉年仅23岁 而白兰花已经四十高龄 风流阔哨爱上伴老熟女 这种戏满在历史中经常上演 但大多都是图一时新鲜 完额而已 而孔令汉不一样 事实证明他对白兰花是真爱 他终其一生对白兰花不离不弃 钟爱至此 唯一的遗憾是 他们一生无子嗣 很多人会疑惑 刚刚二十出头的孔令汉 为什么会疯狂爱上 年近四十的有福之父白兰花呢 在孔令汉经历过的女人中 白兰花不是最美丽的 不是最优秀的 甚至不是最爱她的 但是 白兰花却是最懂男人的 她用一个成熟女人的柔情与手段 套牢了孔令汉的心 她是她的毒药 让她离不开 戒不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